我今天呢就是走那个MiuMiu的风格 但是虽然不是穿MiuMiu的衣服 但是呢我今天从头到脚都是穿那个Curry Chan的衣服 那是好朋友设计师 那他们家最近就是一系列 古董系列的衣服我非常的喜欢 像我身上这件洋装 我就觉得现在穿很舒服 然后搭配他们家的花包鞋 所以包括耳环也是古董耳环 所以一系列就是走MiuMiu风 对谢谢 今天要来shopping 今天要来那个大肆采买新货 所以呢下次亮相出席公开场的时候 就会看到我今天的战利品了 其实我自己一直都还蛮喜欢中性的打扮 然后私底下就是个性也是有一点就是中性的感觉 然后最近特别特别想演那种 就是可以女扮男装的角色 或者是就是间谍啊或者侧物 所以我觉得今天穿这样的服势 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男装就是我觉得这样穿起来高一点比较帅气 那其他的鞋子还蛮好穿的 因为他前头也有一点高 我觉得这样搭起来还不错 只是说就身边的人突然都变得比较害 最近在内地拍戏然后快要杀金了 那回来台湾之后应该会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然后想要就是应该也会有一点微电影的表演 戏剧友在谈 但应该是下半年的事情 其实我平常很少穿就是有pattern的衣服 那今天刚好这个选到这个有contrast的衣服 就觉得很特别 然后这个一代就是它是有点女性 但是有点masculine的感觉 很喜欢 除了工作以外其实很喜欢中性的很帅气的style 但是今天就是有点帅气 但是有点女人味 就刚刚好那个mixure 之前有说的想要就是准备女的品牌 还在努力当中有好消息会跟大家分享 那个品牌都是我一路一路很喜欢的品牌 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他们的那个design 然后不一样的款式都是很配合年轻人的 还有好像今天我那套衣服我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平常都是媒体能看到我 然后今天呢我那衣服呢反过来 其实出来可以看到媒体他们 因为就是那个reflection 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今天那衣服对我来讲很特别 关于您前阵子参加坎城影展的危险关系 外国媒体的大售好舞 那不晓得说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感想 其实我们拍那个时候花了很多信息呢 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所有工作人员都很辛苦 然后出来呢得到外国啊法国啊他们的影评的那个 他们说我们好我觉得很开心 起码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然后也希望可以我们亚洲人中国人可以把原著 把法国版的拍出来可以有另外一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当一个演员啊我觉得票房不是终点 其实其实是在你有没有啊真的很想要把那个努力发出来 因为有时候啊很多不同的东西要加起来 所以啊我们当演员就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就OK了 因为其实我特别期待明天的照片出来 因为我可以看到很多 在我的群集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的电视台啊 还有不同的那些摄影师啊 都在我的群集里面看到 所以我觉得那条群集对我来讲是特别有意思的 出品人的角色 那大家想说了解一下说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想 其实啊真的很苦 因为啊虽然拍的不是我 但是啊在幕后要做很多功课 然后剧本啊所有东西都要好好的处理好 然后因为我们啊内部内部电视剧全都大部分都是新人 所以要跟他们解释那个剧本啊怎么去演啊 啊也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啊身体不累 但是是啊那个精神比较累 因为啊现在儿子放假嘛 然后啊也好久没有来台湾跟我的朋友碰面 然后现在还安排 因为刚好啊范范 刚好就跟我没有缘分了 我来台湾的时候 他现在就在香港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找那些在台湾可以有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 然后带小孩子去玩一下 因为Lucas好像是八月生日 对八月二号 对所以啊其实也很快乐 嗯 你有想要怎么帮他庆生吗 啊有啦有啦有啦 嗯我想要比较啊 嗯因为他很喜欢运动 所以啊我只是比较运动型的派对吧 对对对对 那我就等他爸爸一起来 大家一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 那那个那个就要问他爸爸 好我们谢谢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 谁不会